花店业者江南花盆栽送金灵堂 上面还有台北市长蒋湾的调念词 包括秦国策顾问黄辰国 副议长叶林传等人前来上翔悼念 十八号凌晨年仅四十八岁的 绿营议员许家贝不敌病魔逝世 年初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做检查 然后发现自己得了子宫内膜癌 但很遗憾的在今天凌晨 他因为多重器官的衰竭 陷入昏迷之后 他离开了我们 祝福他一路好走 身为同党议员也是好友的简舒培 难过到哽咽落泪 许家贝今年五月确诊罹患子宫内膜癌 接着扩散到骨头和脏器 后续积极化疗病情一度好转 但上周病情恶化 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最后陷入昏迷无力回天 人家五百床 那我相信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然后今年四月二十六号 许家贝在警政卫生委员会的画面 成为最后的执行身影 当时亦可见他脸色苍白 说话有气无力 尽管中秋节这天 他还在脸书发文祝贺 中秋节快乐 但是隔不到二十四小时 竟然就天人永隔 投入选战时亲切的扫街拜票 疫情期间跟跳起俏皮的洗手舞 倡导全民防疫 为人亲善服务一级棒 是选民对他的第一印象 其实许家贝是民进党创党元老 许富男的独女 二十岁加入民进党后 承担任民进党全国党代表 2021年首次参选是议员失利 但他再接再厉 2014年就以第二高票当选 接着两次连任 三接的议员论内 积极推动青年宜居 老人安阳等四大加倍政策 问证也好 从事地方服务也好 勤跑基层也好 都做得非常到位 那突然离世的消息 我想让很多人都非常的不舍 部分党派议员都对许家贝 占益有加 如今一年早逝 令外界相当不舍 民事新闻潮起 颜凯 颜文谦台北报导 Covid-19来势汹汹 民事新闻为您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民事新闻台